第一個步驟是先把坐姿調好 第二個步驟就是開始做軟身的動作 那軟身的動作最深開始就做頸部的軟身動作 就是頭這個順時鐘方向 這個繞到差不多五圈左右 然後再反方向 反方向 反方向 對 對 做完以後然後就往後仰 往後仰 就是把它拉一下 對 往後仰 然後再往前傾 拉一下 好 那頭部把它追直 然後身體這個肩膀 稍微擺動一下 擺動一下 就是可以讓你身體比較放鬆 沒有了解 好 那麼這些動作完以後開始已經閉起來 手頭頂上二 深呼吸把身體拉直 深呼吸把身體拉直 吐氣的時候身體放鬆 嘴巴下收 臉部保持微笑 然後開始做九節活風 做九次的深呼吸 慢慢的深呼吸 慢慢的吐氣 這個是調洗 就是把你的呼吸給調順了以後再來打坐 這樣子等一下你在修三寶禪修的時候 你這個出入息才會比較順暢 才不會因為出入息不順暢而產生 你在打坐的時候比較不容易專注 所以我們講調九次 如果你調九次 你還是感覺你的呼吸不太順暢 你可以繼續的把它調到順 再來打坐 所以打坐的前坐要做好 不要擠 因為你一擠你等一下打坐也是沒有什麼效果 因為會很多障礙出現 你打坐過程當中如果你會有這種分碎 或者是坐姿會有一點不舒服 那是重新調洗 調生調洗 重生調生調洗 好 如果調洗調完以後 開始做這種三寶禪修 第一 欲所閒關 默念南無迷路 就吸氣的時候 自然吸氣不要練 吐氣的時候 練南無迷路 就南無迷路 為什麼最後一個字要拉長 就是把你的氣全部吐完 吐盡 吐盡 然後吐盡以後再重新吸氣 吸氣都不要練 為什麼吸氣不練呢 因為吸氣練的話 那如果你那個佛號 那個 如果那個節奏不好的話 比較容易脹氣 吐氣的時候一樣 練南無迷路 最後一個字把它拉長一點 一手閒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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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坐的時候 如果身體會有這個癢醋啦 重醋啦 動醋啦 這個都是八處現象 都不要去理它 所以讓它隨身自然 也不要緊張 這樣了解 好 時間 30分鐘 就算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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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チョコレート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チョコレー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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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